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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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美,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要教大家 用一個電鍋就可以完成的美味高蛋白料理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跟我一樣是個大懶人 想要所有的食材丟進去就可以吃了 另一方面我又發現很多朋友是外宿生或者是租屋主 家裡只有一個電鍋怎麼辦 不用擔心今天的料理都非常的簡單好上手 而且又低成本做出來又非常的美味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跟著我開始料理吧 GO 第一道料理呢是非常適合重口味者的泰式鯛魚 一個電鍋就可以搞定喔 準備鯛魚、板豆腐、拌盒就好 紅喜菇拌包 蔥一到兩根 大蒜一顆、辣椒一條、洋蔥半顆 調味料鹽、胡椒、還有檸檬 首先準備醬油、魚露、米酒 鯛魚洗淨切塊切成一入口的大小 接著以鹽、胡椒、還有少許的檸檬汁 醃製個10到15分鐘 加檸檬汁有去腥的效果喔 那板豆腐把水倒掉之後 可以用廚房紙巾先試乾 切約1到1.5公分的厚片 紅喜菇去地頭用手撥開 洋蔥的話切絲 那接著在平盤中加入板豆腐、洋蔥絲以及鯛魚 準備好了之後我們可以準備放入電鍋 外鍋拌碗水就好 大概蒸個10分鐘 在等待的時候我們可以準備醬汁 蒜頭跟辣椒切末之後 然後加在剛剛混好的醬汁裡面 用小湯匙來混合 把蔥切成蔥花 等一下我們要撒在最上面 那釣魚片好了之後 我們醬汁給它淋上去 再繼續蒸約5分鐘 哇感覺超好吃超香的 撒上一大把的蔥花 擠上剩下的檸檬汁 一個電鍋搞定的泰式鯛魚完成 配上半碗飯 重口味低卡又高蛋白質 健康的自製午餐超滿足 接下來是超級適合懶人跟料理新手的南瓜 蒜頭燒雞 準備南瓜四分之一顆 高麗菜 以及雞腿一大片 紅喜菇一包 洋蔥二分之一顆 調味料蒜頭鹽胡椒 醬油米酒大概2比1還有水 那雞腿稍微洗淨之後 去骨去皮 切成溢入口的大小 撒一點鹽胡椒 蒜頭 按摩醃漬 讓它更入味 那醃漬時間可以抓10分鐘 或者冷藏數小時 南瓜的話 去紙之後 切塊 至於南瓜皮要不要保留 我覺得可以看個人 但是南瓜皮也是相當具有營養價值的喔 紅喜菇去蒂頭用手剝開就好囉 洋蔥半顆 切絲或切小塊都可以 將蔬菜菇類以及醃好的雞腿肉 倒入大碗或者是大鍋中 最後加上高麗菜 洗淨之後去梗剝碎 倒入醬油米酒跟一碗水 煸鍋外鍋 煎鍋外鍋兩碗水 蒸大概40分鐘 只開關跳起就可以享用啦 超香 超適合冬日的療癒暖心料理 滿滿的纖維跟蛋白質一鍋搞定 第三道呢 也是超好上手的薑汁馬鈴薯燉肉 是非常美味的日式家常菜喔 用一個電鍋就可以搞定啦 準備食材 豬里肌或牛肉片都可以 馬鈴薯 紅蘿蔔 杏鮑菇 洋蔥 調味料 醬油 米酒 味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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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醬以及水 那這個醬油 味醬 味醬的比例 大概3比2比1 味醬等於日式的糖 那食材的話 洗淨 馬鈴薯削皮 切塊 用滾刀切的方式 那紅蘿蔔 也稍微的削掉外皮 滾刀切塊 杏鮑菇 去蒂頭 滾刀切 洋蔥切小片随意切就好啦 猪菜都准备好了 将切大概四到六片 将所有的食材连同姜片放入大碗 把猪里鸡肉铺在上方 加入调味料以及一到两碗的水 腌制食材的高度 电锅的外锅两碗水 等待大概四十分钟 自动开关吊起之后 就可以准备享用啦 超美味的日式家常菜 搭配糙米饭 温暖享用 療育人心的美好料理 超好吃 接下来教各位如何用一个电锅 准备满满的蛋白质 蒜蒸鸡胸肉以及水煮蛋的做法 准备鸡胸肉鸡蛋 盐橄榄油蒜头跟柠檬 先将鸡胸肉洗净 去皮去掉多余的脂肪 接着以盐胡椒橄榄油按摩腌制 蒜头切片 把蒜头加进去 挤上一点柠檬汁 可以有去腥的效果 放入电锅 外锅加拌碗水就好 可以连同水煮蛋一起蒸约10到12分钟 取出 即完成 筷子可以穿过鸡肉就好喽 满满的蛋白质上桌 蒜香又多汁的鸡胸肉 再加上用电锅蒸出的水煮蛋 这样子一盘 大概有100克的蛋白质喔 方便外食租补充一日蛋白质 吃不完也可以冷藏喔 今天的料理结束啦 谢谢各位耐心看完这集影片 希望这次的料理教学对各位有所帮助 如果呢你尝试成功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